秋天快到了 是時候要進補一下 先喝紅棗水 阿忠, 不要喝, 會爆的 喝紅棗水得這麼爆? 當然會 早前內地有個OL 用保溫杯浸了一杯紅棗水 放在一邊, 沒理會它 過了一陣子, 再打開保溫杯的時候 竟然發生爆炸 整個杯蓋勁彈而出 猛力撞向右眼 令那位OL的眼球立即破裂 紅棗水很多人都會焗來喝 危機就在眼前 看見紅棗筷子嗎? 都是放在杯裡 保溫杯裡 保溫杯 最久, 試過焗多久? 就是兩小時 只有半小時 半小時… 有沒有聽過有人焗紅棗水 焗了幾天, 之後爆炸呢? 保溫杯? 沒有 這樣就不知道 為什麼好好的一瓶紅棗水 活這麼有爆炸性呢? 爆發的威力又會多麼驚人呢? 我們用保溫瓶焗了瓶紅棗水 七天後, 測試它的威力 我們小心翼翼準備打開瓶蓋 一開 整支水柱擊射而出 如果縮不及, 隨時受傷 為了讓大家看到 紅棗在瓶裡的變化 我們決定用透明膠瓶做同樣的測試 把紅棗和暖水倒進去的瓶 再關緊蓋 七天後, 看到紅棗已經發得很大 水的顏色已經變深 還好像有點泡 金馬, 事不宜前, 開它吧 嗯 阿忠二話不說 拿起一支紅棗水, 一扭開蓋 哇, 婆婆說 整條水柱竟然射而出 紅棗爆到一定是 如果近距離扭開瓶蓋 真的隨時會讓它淡眼 為何一瓶補血健脾的紅棗水 會變成一支傷人的水泡呢 其實它裡面 是一個很簡單的發酵過程 發酵過程我們需要糖分 就是碳水化合 有些微生物 一些醫生蝦母菌、細菌 加上適當的溫度 因為紅棗算是半曬乾的果實 它裡面有很多糖分 發酵過程當中 那些糖分會消耗 得出來也會做出很多的異樣化 無溫杯我們都知道是真空的 扭到很實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承受很大的壓力 如果這個瓶扭實了 它在驗氧、無氧的情況下 reaction 會走得更加好 當我們一扭了一點 它會衝出來 衝擊力很大、破壞性很大 網上不少片段 都見到食物自己爆炸的情況 你看這位廚師 用天然酵母化酵的酸腫麵包麵團 一拆開調整和包裝 就馬上啃一聲大爆炸 威力驚人 還有這些自家釀製的酒 一開蓋就噴泉湧出來 這瓶乳落還爆到全屋都是 廚房、廚櫃、窗口 天花板都無一幸免 發酵過程導致爆炸 食物中的糖分是重要的因素 食物中的糖分越高 豈不是越危險? 不如再做個實驗看看吧 我們製作了兩款 大家日常接觸到的含糖飲料 包括香蕉奶和紅豆砂糖水 然後就用糖分甚少的橙皮加水 來做對比 七天之後,我們準備打開蓋子 再試一下 這個香蕉奶 一扭開的瓶蓋,真是奶如泉湧 牛奶就像水泡般洶湧而出 怎麼這麼厲害? 含有較高糖分的紅豆砂糖水又如何? 啪一聲,多響、多清脆 這個爆得更厲害更軟 最後這個橙水 糖分相對最少的橙皮水 並沒有出現任何爆發的情況 證明食物含糖的量越高 越容易發酵,爆發力就會越厲害 在普通膠樽都這麼厲害 如果發酵在保溫針進行 後果又會如何? 一個氣體有很多空氣分子 在容器中撞來撞去 那些空氣分子撞到牆壁時 會施加力 力就會產生壓力 所以撞擊力越大 或者撞得越頻密 氣壓就會越大 在保溫瓶這個例子 其實因為它裡面有發酵的過程 發酵就會產生一些新的移植化碳 就像我們增加了新的氣體 進去的情況一樣 就會令到氣體壓力大了 加上保溫瓶構造 比膠樽堅固得多 在銅牆壁之下 新增氣體的壓力無處抵消 只會谷香出口 一開就會旁暴 如果用暖水沖的話 發酵過程會高一點 快一點 會產生多一點的化碳 可能壓力會大得快一點 氣體大了的時候 如果你想扭開蓋 壓力就會產生力 會彈出那個蓋 不過容器的形狀 都有機會影響攻擊力 一般的保溫瓶 如果形狀像一個圓柱體一樣 其實就沒那麼容易 令到杯蓋彈出來 如果好像汽水瓶那種 它本身是比較肥 之後去到瓶頂收窄的話 就容易令到氣體的速度會快一點 就像我們用的水喉 你按住水喉 它的水會飛得快一點 產生的衝力也會大一點 可以令到時主眼球破裂這麼嚴重 究竟衝力有多大? 其實在發酵過程當中 就算只有9克至10克的葡萄糖 如果它完全發酵之後 其實它產生的二月化碳 都產生的壓力可以很大 譬如我們假設它的容器 是500mL左右 它這樣產生的二月化碳 其實在裡面 已經可以產生5個大氣壓的壓力 香檳的氣壓跟這個差不多 你見到香檳 其實你熬它 它彈出來都可以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真的將那些 很小的葡萄糖去發酵 其實它產生的壓力都可以很大 一茶匙糖也不僅9克 難怪會釀成這次意外 最歡禍手, 坐於發酵兩個字 為什麼食物發酵這麼難避免? 在環境上, 空氣上 我們身體上其實有很多細菌 在水果上其實有很多細菌 你看到我們做了一點測試 是 蕃茄, 這些是橙皮 蘿蕃茄, 蘿蔔, 蘿蔔, 蘿蔔 在表面拿出來的有不同細菌 和這些真菌, 是不是? 所以七彩繽紛 你看到不同的微生物 旁邊的這些, 這些阿卡皮 我們看見是在空氣裡拿回來的 不同的細菌和這些毛菌 所以發覺是避免不了的 所有這些東西都會適當環境下 是會行到這個 Fermentation 所以如果養生的大家 接下來真的很想焗水喝 就一定要記住 剛才我們的食材 我建議可以的話, 先洗一洗 把表面的微生物、毛菌 儘量洗走 同時我們加的食材 不要加太多 再加上如果我們真的用這些保溫杯 不要扭得那麼緊 給它一點空間, 讓它排出來 而且也不要讓它放一萬 一天幾個小時就喝了就好了 接下來秋冬時間 大家的保溫杯又準備出動了 不想意外生, 謹記要小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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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